幸好这时候出现了一位抗毒英雄林则徐 我稍微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将毒怪驱逐出境 国军染毒风暴持续扩大 南无成狂新闻也来参一咖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陆军勇士一定做得到 原来是陆军的宣导短片 追流行赶持士用上年轻人的话语成为话题 但说到底是因为国防部束手无策 逼得下级单位不得不自保 就在日子前 冯士宽亲自逝到毒害重镇营区 空军侵权钢基地 没想到抛出来的解决办法 不是大刀阔斧的制度革新 竟然是提供奖金五十万元 要同僚互相检举 反毒的工作不只是烟料 包含其他门禁的管制 或内部的管理 冯部长这个其实是治标不治本 这是会造成这个军中同袍和长官 其实会有互信的危机 那这种去promote这种爪扒子文化 不知道他是跟激公问的 还是自己想出来的 鼓励弟兄人人都当料杯啊 部长不止突发奇想 更听不进他人意见 先前立委抛出国军全体验尿 要求部长带头做起以端正风气 也遭到他以不会做不必要的事情 婉转拒绝 但该如何杜绝毒品 还是得向社会大众给个交代 那我们希望说 由我们的管理阶层 或者领导阶层 甚至由部长带头 其实先烟尿 从他们做起 如果说军官有涉案的话 其实我觉得它会影响到很多的小兵 月定周四讽事官即将前往立法院 接受备巡立委们磨刀霍霍 不让国防部模糊带过 接着董事局张宇轩台北楼